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参加由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组织的 健康论坛公益讲座活动 首先,我代表华人服务中心 对今晚的特邀嘉宾杨敦宏老师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公益组织 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 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我们特别感谢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 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 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满满正能量 充满爱心的风格大姐 出场来为我们隆重介绍今晚健康论坛的主讲嘉宾和演讲主题 有请风格大姐 好,谢谢吕老师 谢谢杨老师 受邀来我们祖母来做这个讲座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杨老师 杨老师他呢,是我在一年多以前在蒙特利尔我们邂逅的 就是 是不是先把这个共享屏幕撤一下 就把人突出一下 不要突出我 那个杨老师呢,是我的新朋友可以说是 因为我们是一年多前在一个也是一个公益的戏曲活动的场合 我们认识的 那么偶然认识的 但是呢,我们呢又是一个老校友 中学和小学的老校友 杨老师呢,他原来是太原诗中的化学老师 因为太原诗中呢,他也是那儿的学生 也是那儿的,后来留校做了那个老师 不是留校,他后来又上了大学 又做了博士 又读了硕士 又在北京读了硕士以后 然后又回到母校做化学老师 因为我们太原诗中是一个全省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重点学校 小学也是一样 所以他在那儿说明这个杨老师呢 是一个学霸 从小就是一个学霸 我和他小学中学都是 都是一个学校的 不过就是不在一个时代吧 因为我们俩的年龄相差也比较大 所以这就是我对他的根底是比较了解的 包括他的父亲也是我们学校的老老师 老教师,也是化学老师 很有名的,我们山西省很有名的教师 那么我对他的 我和他认识以后呢 我后来知道他是做健康管理这方面的 而且杨老师呢 我们接触了以后 他也带我在各种场合 学习这方面的功效营养学 这个科学的好多知识 我也觉得非常幸运吧 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来讲 虽然我以前也比较对这个功效营养也很重视 因为我自己的父母身体很不好 我在用一切办法 想办法治疗他们 所以我倒是 因为我早年出国嘛 所以用了很多功效营养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系统的知识 跟他我学了很多 那么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杨老师他具体的 这个他的背景啊 专业 一会儿请他自己再介绍一下 另外今天呢 因为他的时间 他下一场还有个活动 九点钟可能不会延长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记下来 再写出来 在那个聊天上写出来 然后杨老师 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时间 但是不是语音互动 就是他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就请杨老师上场吧 给大家开始演讲 谢谢杨老师 谢谢任医生的介绍 谢谢吕老师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加拿大志愿中心 和任分格医生给予这样的机会呢 和大家呢交流分享一些 我所知道的健康知识 我呢在叫杨敦宏 常年呢是居住在蒙特利尔 我的教育背景呢 是比较多的啊 教育背景呢 涉及到建筑工程 涉及到化学 涉及到营养学 也涉及到功效营养学 那我其实是在大学读建筑工程 结束之后呢 我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呢 我转行做了化学教师 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热爱化学 那么做了化学教师 来到加拿大之后 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重新选择 就是说我的化学 不是说接受过正规教育 但我很热爱它 所以也挑战了一下自己 没有说申请 比较容易读的硕士学位 而是呢在这里选择读了 化学的本科 就是学士学位吧 这对于我自己是一个挑战 后来呢我又在美国呢 读了有关营养学的课程 是在康奈尔大学读的 我的功效营养学呢 是师从我们中国抗衰老协会 功效营养科学委员会主任 陈忠良教授一直学习的 在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呢 学习知识 但是我呢也获得了一些资格 在这儿呢也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主要呢获得的是一个 美国认证的诊所营养顾问资格 还有认证生活方式管理教练 这样一个资格 所以呢我的工作在加拿大 就是跟我的这两个资格有关 主要从事生活方式管理和 以及慢性病的营养支持 这样的咨询工作 在2000年之前呢 就是今年年前呢 我是在蒙特利尔当地一家 比较著名的营养咨询公司呢 我做咨询工作 后来呢今年疫情开始之后 我也就不再就不去上班 也就开始做了自己的工作室 也继续从事我喜欢的营养工作 那么我们看 今天呢我分享的题目呢 就是饮食营养和我们健康的关系 分享之前这里边还是照例做一个 免责声明在我们这儿的惯例 只是今天的内容呢 只是交流分享 不作为诊断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之用 所以大家呢也就知道我的内容 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好了 现在大家想一下 今天晚上呢 大家吃的是哪种美食呢 我这里有六道美食 第一道呢是满汉全席 第二道出茶淡饭 第三道呢是勤掉小食 第四道呢 是我们山西人比较喜欢的 是我们山西人比较喜欢的刀削面 第五个呢 也许孩子们没有时间吃饭做饭 煮个方便面 或者买个汉堡等等 第六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地中海饮食 大家想一下 这些饮食中呢 我不知道吃的哪种 但是不管哪种 我们明以食为天 必须得吃饭 那这吃是天大的事 那想过没有 为什么吃是天大的事呢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也许有人认为是 哇 我想满足一下我身体的需求 也许有的人说 哎呀 我就是为了吃饱肚子 也许还有的人呢 觉得我就是说 呃 我就是说 呃 要让我的身体需要 但是为什么需要它呢 好像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是在我从事营养工作之前呢 也没有想过 但是我随着我做营养工作的深入 我越来越理解到其中的重要性 这些美食 它都是为了给我们身体要提供能量 提供建构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等等 所需要材料的重要原料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下东西呢 我要是从 我就从化学 还有建筑工程 还有营养学的角度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站在不同的视角 是如何看待它的 我最喜欢化学 我先从化学开始看起 大家看到没有 这张图呢 是元素周期表 是在我们化学里常用的工具 里边有100多种元素 但其中呢 有60种元素呢 是和我们身体呢 息息相关的 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碳氢养氮 灵和钙这些元素 那剩下的 比如说紫色的是必须元素 非深紫色的是肯定没有用的 淡紫色的是也许有用的 淡绿色的是完全没有用的 那这些元素在我们身体内呢 它占了多少 它大概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的呢 比如说 大家可以在这儿看 看到没有 占量最多的元素是氧元素 其次是碳元素 那大家想到的碳呢 跟你们认知观念中最能接触到的就是 就是我们说烧火的那种碳 碳就是锅底那种黑 可是这种黑色的物质 虽然含有碳元素 但在我们身体内不是这样的形式存在的 它存在于什么样的形式呢 在我们身体中重要的物质 请大家现在呢 从外圈回到内圈 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到我们身体内 这些元素在我们身体内呈现的形式 水氢氧 蛋白质 碳氢氧氧氮 还有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碳水碳水就是碳氢氧嘛 然后脂肪也是碳氢氧 然后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就涉及到我们 就说什么 甲、钠、钙、硫、锡等等啦 比较多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营养素 它在我们身体内呢 怎么能够建构成我们的生物分子 大家记得啊 刚才所说的碳氢氧氧氮这样几种元素 它实际上用微观微观 就是说用个背数很大很大的望远镜看 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一个的小颗粒 相当于乐高级目的那种小片 我这正好有乐高级目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小片 那么一个原子 不管它是哪种的 就是这样一个小片 这些小片呢 它通过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就能构建成我们生命功能的分子 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呢 举哪个呢 我举一个蛋白质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蛋白质啊 现在呢 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分子了 就是碳氢氧氧氮 这些元素的原子通过不同的方式 形成了一个蛋白质分子 蛋白质分子 它的最小单位叫做氨基酸 在我们身体内呢 有21种必须的氨基酸 就是我们身体呢 没办法自己合成的 必须必须要从我们食物里面摄取的 小朋友在婴儿阶段是22种 那这些氨基酸呢 它就是几个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 它就又住着 你看这样呢 又形成了一些这个钛 我也想大家得听说过钛 那钛呢 再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呢 就形成了我们的蛋白质 好 这是蛋白质 这是我们看到的脂肪的形式 这是我们看到的碳水化合物的形式 最简单的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条双链呢 DNA DNA跟什么有关呀 跟我们的基因有关 跟我们的核酸有关 大家知道 在这个特殊时期呢 经常说我们进行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 检测什么 就是检验其中的RNA是什么样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命功能分子 大家看看 其实简单的说大道质检就是碳氢氧氧氧这些元素 但是组合方式形形色色 你看 组合成这个DNA 这是个RNA单链的 我们说DNA 一查DNA就可以做亲子鉴定的 是个双链的双螺旋结构 但是呢 它就是通过四种分子 四个碱基对 你看红的搭黄的 绿的搭子搭搭这个蓝的 这样不同的搭配 然后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 就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 具有生命功能的分子 相信大家在这呢 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 把我们的元素和我们生命功能分子结合起来了 好 这呢 是维生素矿物质的 同样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看 这些生命功能分子和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它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说在这个地方是化学水平的 这些小圈呢 就代表分子和原子 就代表它 那么这些原子通过一定的方式构建成了 这个是叫DNA分子 在我们每个细胞中都有这样的分子 你看它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细胞中 不同种类的细胞有不同的形状 好 大家知道了 在我们说这里边 具有功能的最小的单位就是细胞 身体往小看往小看 小到一定水平就是细胞了 具有功能的话就是细胞 这些细胞按种不同的方式 你看 它们就是身体也是一个伟大的建筑结构 是你看看这些 很规则很漂亮的纹理 组成了我们的组织 那又换了一个结构方式 组成我们的器官 到了器官水平了 这些器官呢 几个再结合在一起呢 又形成我们所知道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的消化系统 心血管系统 骨关节系统等等 这些系统呢 几个系统在八大系统就和谐的在一起呢 就形成了我们活生生 生灵活现的人 好了 我们的人知道了 那我们所感知到的 感知不到这样的 就是说微观水平 我们知道我们吃 现在呢 不是说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肚子吃饱 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胃 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某个器官 而是要顺着这条路往回走 要从系统器官最后回到细胞之中 那也就是说 施饭是为了给细胞提供物质基础和能量基础 把它现在放小到细胞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人体把这些元素组合成之后 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哪些 它们各自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先看啊 我们说在营养素里边呢 以前呢是六种 哪六种呢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和水 但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那么我们人类的饮食结构 和身体状态也发生变化了 就把碳水化合物 那一种在身体内几乎不能被分解的物质 但是对我们身体呢 又有非常非常作用 生理功能的一类物质 纤维素单独列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 前三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 红量营养物质 红量营养物质 红大的红就是和我是一个红 意思就是说它含的量多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下 这些碳水 我们一说碳水化合物 今天我们知道了 我们说最小单位是葡萄糖 那么两个葡萄糖在一起就成了果糖 或者说葡萄糖再和这个半乳糖结合成了麦 也就是和那个果 就是和另外一个单糖结合呢 又成了麦芽糖 这些麦芽糖形成的小单位 就像我们建筑上的砖头瓦块一样 比如说砖 它又按照一个方式呢 形成了一个淀粉 淀粉大家刚才也可以看到 它是一条长长的链 这个链呢 它可以长 它也可以长出来 差支链淀粉 就一条链从头到尾的叫支链淀粉 长出差的呢 叫支链淀粉 那我们说 我们要保持低碳生活 其实呢 重点就是说 在碳水化合物摄取的时候呢 是有讲究的 再看 第二个重要的营养是 蛋白质 也是碳氢氧氧蛋 但是它分为必须氨基酸和非必须氨基酸 必须氨基酸呢 它是构成我们生命细胞的最基本单位 必须要有 这里边呢 第三个就是脂肪 脂肪呢 包括肝油�氨基酸 颅氧氧頤氧炼距 脂肪 膎氢和糖质 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看到之后看到肝油三指和胆固醇 这两个成分 尤其是在我们血液指标里面经血液渐查中经常测的两个单位 有没有想到它其实是构成我们生命细胞最主要的成分之一 没有它不行 多了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这是三类红量元素营养 剩下的这个就是微量营养了 维生素矿物质属于微量营养 维生素包括微生素A、C、B、D、E、K、P等等 它们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它们和我们的细胞的生理功能运作是缺了 它们是不可以的 从它按照在水中溶解的方式 它可以分为脂溶性和水溶性的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说 微生素A它就是一个脂溶性的 所以我们知道维生素A的重要获得途径就是胡萝卜 那胡萝卜怎么样转化成维生素A 炒着吃才行 那你要煮着吃或者生吃是得不到的 那营养也会要掌握正确的摄入方法 它在我们身体里边代谢的慢 所以有时候会有维生素中毒主要是指脂溶性的 同样有一些水溶性的 比如说B主维生素还有VC这些都是水溶性的 在我们身体里边行走的速度非常快 大概就几个小时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每天补充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矿物质是另外一类 就是说我们说到的甲 钠 钙 铭 锡 这些蒙 包括这些都是属于叫做矿物质 也是我们身体新陈代谢中帮助这三类 红量元素进行新陈代谢时候必不可少的 还有我这个纤维素 纤维素呢我一会儿要后面讲 在这不多说 在这里我重点重点要说的是这个水 这个水呢其实是随处可见似乎不值钱 似乎呢就是说你都可以喝到 但是喝水也大有讲究 大家知道我们的自来水 其实是从我们的江湖河海里边来的 来了之后呢先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 处理完去完可溶性的杂质之后 还要进行消毒 那经过管道的时候 我们以前呢用的是含铅的管道 造成我们身体内含铅 现在呢我们都改了 比如说PVC管等等 这样避免了这个问题 水呢它简单的它就是水 我们中国人这个习惯挺好的 喝白开水挺好的 就是白开水 注意一下 不是所有的液体都等同于水 在这里呢我特别强调一下 不等同于饮料 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呢 很多人很喜欢喝饮料 比如说可口可乐呀 红牛呀 这样的东西呢 它都觉得就是说就等于水了 但是它并不是水 而且它喝的过多呢 会让我们身体呢 造成很多很多慢性性疾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就是说我们痛分病的发生 就是说青少年里边发生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青少年的饮料喝的太多了 它给我们身体里边尿酸的代谢造成了干扰 这些营养素呢 在我们身体内我们都需要 而且呢每一个都必不可少 所以它呢是应该有一个平衡的 那具体平衡呢 每个国家它都有它不同的散石金字塔 我在这里只强调一下平衡 下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作用呢 其实刚才也零零信心的说过 把它概括起来 就是这样几方面的作用 比如说提供我们生命活动的能量 这是最重要的 大自然的能量 大部分就是说 大自然的能量主要是从太阳来的 那我们人没有办法直接利用太阳的 我们也没有那样的电池 我们怎么办 人很聪明就来摄入这些含有能量的物质 比如说植物就可以把太阳呢 转化成生物能 那我们呢人体呢 直接就把生物能拿过来 我们就给它再进行使用 这其中提供能量的物质呢 主要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不同的国家呢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标准呢 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在我们中国 2019年先公布的膳食指南中呢 他建议呢 碳水化合物呢 他提供能量呢 大概是50%到60%的能量来源呢 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的 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呢 蛋白质 它也可以提是我们的一个功能物质 它大概呢 身体20%到30%的能量来自于碳水化合物 同样还有脂肪 脂肪呢是10%到20%的能量来自于脂肪 这是我们中国的 美国和加拿大呢 各有不同 所以呢 在说什么东西搭配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我们的人种特点 根据我们的性别等等 我们去谈去 不是说别人吃这么多 你就得吃这么多 不是一个机械的量 不同的人 不同的餐饮方案 这是营养的第一个重要作用 提供生命活动的能量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细胞更新 需要提供这些原材料吧 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个细胞中呢 它呢需要蛋白质 需要脂类 所以在这儿呢 你看把这个蛋白质缺了行不行呢 把脂类缺了行不行 如果说你蛋白质摄入不够 脂类摄入不够 那你的细胞 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建构 怎么样能够保持很好的功能呢 我在这儿呢 就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山西的那碗刀削面 那碗刀削面 主要是指那个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类呢 是比较小 不能满足我们身体细胞的需求 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新陈代谢的媒介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身体里边 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 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 它们代谢的时候是需要 酶还需要一些转运物质的 这些物质和酶呢 主要由蛋白质 胆固醇和维生素矿物质提供 包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了解到的酵素 其实它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这是第三个功能 第四个功能呢 特别是为膳食纤维所准备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肠道呢 是我们生态的 是我们的一个微生态系统 我们这个微生态系统好 它才会让我们的身体功能 更好的发挥作用 你比如说 我在这里说 养护肠道细菌 主要是要给它提供食物 我们说肠道 我们身体里边有细菌 大概有多少细菌呢 1.5公斤 我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 1.5公斤的细菌呢 它分布在我们的 比如说皮肤上 口腔上 食管里边 但更重要的 有一公斤细菌呢 是分布在我们的肠道里边 它们在这些细菌呢 在我们的肠道里边 就像我们在这个 教室一样 一个人一个人挨得坐好 该的坐好之后呢 密布就是说 不给这些外来的东西呢 流入空间 你看教室里人满了之后 再来人就进不来了吧 那同样 我们的肠道菌群呢 有这样的一个屏障功能 当它的一身菌足够的时候 屏障功能就很好 如果我们不小心 有什么细菌 侵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呢 这档屏障就把它挡出门外 让这些细菌呀 这些这个异物 就随着我们的大便 就走出去了 这是我们说 一身菌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功能 那这个菌群好了 我们的肠道的 比如说我们的肝脏功能才好 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才好 尤其是在第二波疫情 要来临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 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于我们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好了 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些营养素的重要作用 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啊 这些营养我要摄取的不正确的话呢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我这个呢 就是正好我在星期日学习的时候呢 我获得的资料 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资料的来源呢 来源于北京安定医院的贾洪小教授 贾洪小教授呢 他的这个讲座主要是针对抑郁 针对疫情期间 由于我们没有办法开展正常的生活 有的人就抑郁了 或者说有的老年人呢 觉得我们年纪大了 总是患得患失 他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就是说抑郁的情况 其实这个抑郁呢 这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关系 它除了自身调节关系之外 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和营养素呢 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大家可以看到B组维生素 因为B组维生素是形成神经地质的 重要这个物质 所以它呢 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呢 让人就说 有助于改善抑郁 那么再看氨基酸 氨基酸里边的色氨酸 它会合成五腔色氨酸 五腔色氨酸再往下就是多巴胺 或者是还有这个退黑素等等 多巴胺和这个快乐激素 退黑素 睡眠的 那这两样你又不快乐 又睡不好 要抑郁 所以氨基酸色氨酸呢 补充足够的时候 也可以改善抑郁 同样 对于这个脂肪酸 脂肪酸刚才我们说了 是构成细胞膜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类物质 不能缺少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关于脂肪酸的这个 主要是脂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 那我们的细胞膜里边呢 大概有50%呢 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的啊 这个它做过很大规模的研究 你看这是个一万多人的研究 它发现呢 男的娶了5800 哦 这写错了 男的娶了5840个人 女的呢 娶了5146个人 大家看一下 由于Omega3的短缺 你看男的有158个人 娶了 女的有66个娶了 所以从这就证明呢 Omega脂肪酸呢 对于我们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那Omega脂肪酸的 它的来源呢 主要是来自于深海鱼 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 金枪鱼 士鱼 还有这种三文鱼等等 这些呢 可以直接摄入 那其实这里边呢 对于三文鱼 这个到底吃多少呢 这个现在呢 是有并购的 为什么有并购呢 大家知道 三文鱼一条呢 大概有个三四十厘米 四十多五十厘米 长度不过分 它在海洋里边 属于一个级别 比较高的生物 可是现在海水里边的 重金属污染比较多 所以在三文鱼里边的 残留 重金属残留 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 其实呢 三文鱼是有做了 转基因改变的 那这些转基因改变之后呢 对我们身体影响 非常非常大 就是刚才 我们谈到菌群里边 刚才谈到的那个菌群 和转基因食品有关系 同样呢 和我们的抗生素有关 比如说 给这些三文鱼里边 注射了抗生素 那通过这个循环 又走到我们身体里边 抗生素不仅杀细菌 也杀益生菌 好的坏的一起杀 所以呢 破坏了我们的 身体的系统了 这是需要大家 在补充 在选择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因素 好 我们在这儿呢 谈到了这个 纤维素的摄入量 我在这里呢 为什么要谈到这个量呢 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讲 抑郁症呢 和刚才的那些 那三个营养素有关 同样呢 也和纤维素有关 纤维素真的是一个 很神奇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个纤维素呢 到底每天摄入量是多少 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呢 这个是需要大家考量的 你看我先说一下 这个现状啊 现状就我们亚洲人 或者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吃饭方式呢 我们的平均每天纤维 散适纤维的摄入量 是10.9克 10.9克 甚至呢 还达不到这个10.9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看 要求是多少 要求呢 我这个是按照 从高到低 最高只做了一个排列 你看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 你看 45到55 每克 每天 如果要说 要预防癌症的话 是30到40克 每天 要预防心血管病 是女最高25 男最高38 那要是说 日常的营养呢 我们中国是25到35 欧盟呢 是30 世界粮农组织呢 是27 它每个专业委员会呢 它都有不同的考量 比如说 世界粮农组织 它要考虑 全世界的范围 你比如说 在非洲那些地方呢 它可能呢 就饮食上面 可能会有偏颇 所以是一个平均值 那从这个表 我们可以得出来 一个结论是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年龄 或者是说 你同一个人 在不同身体状态时候 你每天消耗的 纤维数的量 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纤维的摄入呢 是非常非常有讲究 不能说 哎 我现在我的有 可能有糖尿病问题 每天要求45到55克 那我就直接吃 这么吃呢 保证吃 保证吃出问题来 为什么 会可能引发 我们的肠肌惹症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下 我们这些营养素 来自于哪 它和我们的饮食 什么关系 这里我给定的标题是 营养的源泉饮食 那么看看 还是先从纤维素看 大家看一下 纤维我们知道有概念了 分为可溶性纤维和不可溶性纤维 你看看 可溶性纤维呢 和主要是存在一些这个蔬菜水果中 而且不可溶性纤维呢 存在于果皮 爆米花 或者一些蔬菜水果中 也不能说 哪种东西 就是说 哪个蔬菜水果里面 它绝对性的含有这个可溶性的 或者不可溶性的 它两个可能都交互都有 这两种纤维素的作用呢 它是不可以替代的 你比如说 可溶性纤维 它呢 就可以和溶解在 就是说 它和水呢 能溶解在一起 它形成一种糊状的东西 保护在我们的 就是说 常年膜里面 它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它在于呢 就是说 它可以让我们的 就是说 有保护感 这样一来呢 我们消化的就慢一点 而且呢 能够让我们的大便呢 比较变软 其实好多人知道 吃里的 吃西梅 能够增加这个 大便的排泄 就是因为 它里边有可溶性纤维 软化了大便了 它不仅是改善便敏 还可以改善腹泻 最重要的 它也可以 有助于平稳血糖水平 和胆固醇的水平 还有 其实在这儿有一点 它没有谈到 是对于 胆汁的降低 也很有好处 胆汁消化肉 但是胆汁是一种致癌物 这是可溶性纤维 不可溶性纤维呢 它主要是增加肠乳动 然后增加大便的量 缓解便秘的 然后还有这个 大便不规律的人 都有帮助 是不是人人都需要纤维呢 还是我刚才那句话 人人都需要 但是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要求 当你做完肠胃手术 或者说你刚做完一个胃经 你这个时候直接补充纤维 富含纤维多的食物呢 这个就不好 为什么不好 它会加快我们的肠乳动 容易让刚刚进行手术和治疗的部分 胃出血 胃出血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么哪些东西里边含有 或者说纤维含量比较少呢 这些动物的肉呀 或者是说这种 pasta叫做通心粉吧 应该是 还有白米白面鸡蛋 起司里边不含有 那大家看到在这个表中呢 就说是 我有富含纤维的啊 那么富含有到底多富含呢 其实也别想象的太多 我就拿牛油果举个例子吧 一个小个的牛油果里边呢 大概是含有20.1克 一个牛油果啊 那对于吃一个牛油果来说呢 我想一般人可能是 吃不下去这么多的 那要满足我们每天到 男二十五女三十八 咱们就按25考虑 25克 你得吃12个牛油果 这个好像一般人达不到吧 所以在饮食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多样化 让它进行搭配 搭配不够的时候 再想办法 那么大家再看到 这儿这个红莓 它的纤维含量就比较高 它等于是 就是说100克里边含6克 它是比较多的 但是你也不能单独用它 但为什么呀 它里边呢 含糖量又比较高 那么在这儿可以 又进一步的体会到 吃饭呢 是个技术活 根据不同的人呢 你要认真的去想去 不是说我妈传下来这么吃 我就要这么吃 现在生活方式也变了 回想你们50年前 跟现在是不一样 那就包括我自己 在20年前30年前 也是不一样 所以要与时俱进 饮食也要与时俱进 好的 那到底就说其他的六种怎么吃呢 我在这儿呢 就选了黄帝内精了 黄帝内精有五谷五果五醋和五菜 也说明了它们的主要作用 但是呢这里边的五谷 主要是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也有蛋白质 你看 鼠 树 鼠 麦 倒 就都是这样一类 这个麦呢 包括各种麦 桥麦 燕麦等等都有 所以你要 就说每天吃的时候 你看看你的碗里 是只有金米白面 还是都含有这些内容了 有豆的吗 是不是 还有各种不同的麦子吗 在这里边呢 我要强调的这个图是什么 你看这是我们平常南方人喜欢吃的金白米 我们北方人呢是金粉 我呢用稻米来做例子 你看这是原来的稻果 经过脱皮成了糙米 糙米是大家不喜欢吃的啊 然后呢 再进一步 就再给它进行去掉这个成分 其他成分 糠成分的就变成胚芽米 这个胚芽里边 其实是生命物质最聚集的地方 你看 可是呢 它有个不好处 就是它经常容易长牙 不好保存 所以还得再说 为了长久保存 适应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还得给它去 去掉金米 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口感呢 是一步一步好吃了 但是呢 营养是大大衰减 你看 我在这个营养 说的是营养成分 百分之百可能有三十多种啊 作为道米来说 去一次皮 少了百分之十 然后呢 把它做成胚芽米的时候 还剩百分之八十 可是这个重要的胚芽 一去掉之后 只剩百分之六了 也就是原来的三十种 变成了两种到三种了 那剩下的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 一点点蛋白质 和少量的卫生素矿物质 那从这个角度看 皇帝内经说的五谷 和我们这五谷差的很多哦 原来没有这么高的加工水平 所以明天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五谷该吃什么 好 剩下就是五谷 主要是维生素矿物质 糖类和纤维素 那么五醋 主要是蛋白质脂肪 维生素和少量的碳水化合物 在这有五菜 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素 那么根据这个呢 就看看一天饮食中呢 无外乎就是围绕着 这七种营养素进行搭配的 搭配的时候呢 这是皇帝内经说的 这个二十种 他还讲的那个四七四味 啥意思呢 就是让你根据你的个体的性质 选择不同的品种 然后比例呢要合理 而且呢要多样化 每天呢 每周呢 你至少要吃到二十种以上 最具体的例子 你们可以看看微信群里边 有关国家领导人怎么吃 其实那个吃的是最好的 如果你能做到 可以就是说 结合你的身体状态 按照那个吃 那我们再看一下 饮食失衡的时候 同样 吃不对 就是说你吃对了 对你身体呢 对你身体呢 来说是有益的 吃不对 就是毒药 就说他人之 就是甘以你之毒药吧 你看看这些蛋糕 这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做这个烘培用的 你看看这些蛋糕 蛋糕呢 是高糖高脂 它能满足你 暂时间的快感 但是 暂时间的快感 是大脑欺骗你了 你长期以往呢 是会让你产生一些焦虑性问题 你如果缺乏这个 你就产生焦虑 同样再来看一下 晶电碳水化合物和酒精 可以导致抑郁 不仅是说现在特殊情况 但是 什么能改变 改善抑郁呢 矿物质和新鲜水果 吃的时候呢 也把握住量 好 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营养失衡产生的问题 一个 这个图片呢 是来自于 营养和免疫杂志 2019年的 比较新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人的饮食在这儿 哎 右侧是蔬果比较多的 左侧是快餐食品和高 就是金米白面比较多的 这两种饮食 对于我们的运动系统 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有着不同的影响 你看 这些 碳水 就是说金米白面 还有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快餐食品 会让我们的身体的 这个严正增加 严正增加 大家就知道 各种慢性病就都有了 免疫系统也降低 但这边呢 相反呢 就是改善 有兴趣呢 可以自己回去呢 慢慢看 这个图呢 其实 你慢慢看吧 一下也讲 讲不完的 在这儿 我们说了半天 说了半天呢 这个营养啊 饮食均衡啊 为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要为了健康 这个健康呢 还不是说 简单的说我们 说一个简单的健康 而是一个 全优健康 这全优健康呢 和我们以往传统的健康呢 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可以知道 不打针不吃药 精神健康 精力充沛 这是以往的啊 但是我们说全优健康 它还多了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 老化管理 比如说到了这个年纪了 自然而然的老 我们说是 就接受它呢 还是我们要平常 做好养护管理它 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女性来说 50岁左右 是一个比较难过的时期 那么跟年期综合着 如果你管理的好 你就可以平稳的度过 可以让你的身体的 生理功能 不是那么大起大落的 让你那么难受 同样对于 还有我们知道的五十肩 五十肩五十肩 很多人以为呢 就说我五十岁了 我必须得这个五十肩 但是不是这样的 你管理好 五十肩不是必须得的 而是你通过前面自己 对自己身体的养护管理 你可以平稳的让你 度过这个五十肩期间 而且让你的功能呢 活动的非常好 好 全优概念的第三方面呢 健美 健美呢 这个不是要好看啊 这个重点是说 跟我们的慢性病有关系 说到这儿呢 我也请在听讲座的 各位朋友 低头看一看 你的腹部 里边是有料呢 还是有料呢 如果你的腹部太有料了 这属于中央肥胖型 这个中央肥胖型呢 就会是 应该是各种代谢性疾病的元凶 那我们年纪大了之后 胃口不好 我们吃的少了 但是还要形成这样一个大度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精密白面 所造成脂肪 让脂肪过度堆积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要学会管理我们自己的饮食 管理我们自己的体型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自信 那么人随着年纪的增大 自信度呢 会越来越降低 那自信度降低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 不愿意接受新鲜东西 不愿意再去看什么东西 比如说 我不愿意学电脑 不愿意学微信 不愿意接受新观念 新知识 这样呢 久而久之呢 会让你身体内的 应激性基数呢 水平的 应激基数的水平增高 这个应激基数水平增高呢 就会慢慢的造成一些压力 让你的血管老化 从而呢 让你产生一些慢性病的问题 那这样一来 你就越不爱动 越不自信 周而故事 会让你的状态呢 越来越差 那这是全优健康的 一个内涵的解读 我们看一下 在人体呢 从出生到我们 往下一直走 是三个状态 健康 亚健康 亚临床和疾病状态 那么在亚健康的时候 就是说你有各种 说不出来的症状 但医院检查不出来 亚临床指标有所异常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异常了 疾病状态呢 那我们的生理功能呢 就出现了大问题 那对于不同的这样的状态 它是有不同的管理方法的 你比如说 在亚临床的多半部分前面呢 你是可以通过身体的管理预防 让你的身体功能再慢慢恢复的 如果到一定程度呢 没有办法 只能去医院了 那大家也可以知道 去住医院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你自己辛苦 还要花钱花时间 还要让家人受累 那与其这样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那你不如再把功夫放在前面 那么我们看一下 你把生活 把这些功夫放在前面之后 达到一个全优健康水平 你身体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先说 低疾病罹患分险 低疾病罹患分险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容易得病 你得了病呢 发展的就是说慢一点 或者是说你病了 就是说发展有症状呢 会恢复的快一点 那针对于我们现在的状态 新冠来说 我们管好自己 我们得这样的新冠的风险 就会降低 那背后就意味着 我们的生活品质会比较高 寿命呢 也是相对要 就说七十八十九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呢 就按照我们的考试卷一百分来说 六十分就是咱们说的健康 而且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六十岁健康呢 他还是靠打针吃药来 那叫作弊健康 那不打针不吃药的健康 才是叫真健康 然后七十岁呢 还不错 八十岁优秀 八十岁就是属于良好状态 九十优秀状态 一百分完美 太完美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带着对于人生美好的一个留恋呢 我平静地走到了人生终点 这是我想在座的每个人呢 应该追求的 那全优健康呢 有这些标志 那这些呢 他该怎么做呢 就是要有健康储备 跑音亚健康 健康优化管理等等 那这些是很大的话题 都可以专门做一个话题 今天在这里呢 只是说给一个概念 以后有机会再说 那全优健康怎么做 有一些策略的 好我们看 全优健康的四大基石 科学的运动 不是七千步啊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运动方案 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病人 现在呢 是有运动处方的 在这儿呢 就说你什么样的运动 做什么样的强度 每天多少次 是有这样科学的 需要找这个专业人员进行咨询 同样有心理 心理方面的 有睡眠方面的 还有营养方面的 那其实营养方面呢 和这三个方面呢 都有关系 刚才我们说到的抑郁 其实属于心理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B主维生素 氨基酸 还有这种 维生素矿物质 还有这个 Omega 3 对于情绪的管理 那么同样运动 你运动后呢 身体里边的各种物质 是要发生变化的 你自己该知道 如何进行修复 损伤 这是很重要的 睡眠 很多人知道 要补这个退黑素 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那你怎么样 就是说你睡不着 或者睡着了 醒就说 睡得慢 或者醒来睡不着 起来累的时候 怎么办 其实跟你的营养 也有关系 那整个营养 还是需要有一个 科学全面系统的 一个设计才行 并不是说 别人说 比如说 别人说这个 吃秋葵有用 你就吃秋葵 不见得的 要在这儿呢 我如果大家有这个观念呢 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好了 我们看一下不同的状态 有不同的体现 那我们在健康平衡状态下 还有健康储备状态 相当于我们的健康银行 有很多的钱 很多的钱 碰到了应急情况 我们拿出来 可以很好的应对 所以我们有较低的 患疾病的风险 同样 压健康的时候 皮法 然后 哎呦 这个皮法体内写错了 到了亚临床的时候 这个三高就属于亚临床 还有这个病态 这就是生病了 那么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都是属于慢性病 慢性病 它是一个 有一个三个重要的因素造成的 我称它为魔鬼三角 哪三方面的因素呢 代谢失调综合症 代谢失调综合症 还有免疫亚医 症候群 还有五菌性炎症 我们先来看 代谢失调综合症 代谢失调综合症 就是因为你动得少 胖 胖了之后 血糖高 血压 胆固醇 还有现在痛分 然后更不想动 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 这就叫失调了 好 形成慢病的重要杀手 杀手之二 免疫系统亚医症候群 你看 症状有哪些 累 容易得病 还有这个头脑不清新 还有各种炎症 这个炎症指的是慢性炎症 不止感冒发烧等等 就是你一听吧 他说你这个关节炎 这叫慢性炎症 凡是带炎的 这就是说这是慢性炎症早晨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慢性炎症在这儿 你看看和我们身体的诸多系统 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慢性炎症的来源 其实来源于我们身体内过高的氧化压力 这个氧化压力又谈到了和自由基水平有关 自由基在身体内没有步行 身体的新陈代谢必须要产生自由基 必须要有自由基的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饮食方式的改变 运动方式的改变 还有周围环境方式的改变 还有情绪等等的问题 造成我们身体内的自由基水平过高 所以促使了慢性炎症 那这三个因素呢 他们互相推动 就造成了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慢性病的问题 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那些疾病状态 那对于这个身体养护的基本策略呢 在这列出来 有基础养护 系统养护 老化管理等等 那么在这儿也只是一个概念 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的讲 下面呢 利用几分钟时间再分享一下 看看管和不管的一些情况 我们看看案例之一 是一个32岁的女性正当年 但是你可以看到她有心慌焦虑 做其不规律 偏头疼 起历史发黑 业界多门 痛经 那么这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 这个亚健康状态 你对身体进行管理一下 你的营养均衡了 生活方式好了 你看看 她的症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偏头疼消失 然后心慌焦虑消失 这个有精力 免疫力还提高 痛经也进行 也消失了 这是亚健康的情况 好 我再举个例子 代谢问题的修复 大家看一下 这个代谢问题呢 主要是痛分 她这个痛分 也是管理生活方式了 管理生活方式之后呢 她因为穿了件深色的衣服啊 可能不是很明显 我看看 不是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 这儿这个衣服是顶出来的 这个是收回去的 在这里边呢 她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之后 表面上看是降了体重了 减少了腰围了 但实际上呢 她的慢性问题消失了 痛分 她没有说经过我们医院的 什么痛分因子检测等等 就是改善了生活方式 身体的自愈力恢复 从而改善了这些问题 好 再看一个小朋友的 小朋友的呢 这个小朋友呢 她原来呢 她就属于生长缓慢 其实她的生长缓慢呢 就是因为她这个乳泥蟹造成的 孩子呢 吃饭也不好 还肚子疼 经常感冒 你看她低于正常孩子的四岁 那么这个乳泥蟹 其实跟我们的 比如说肤质不耐受 或者乳糖不耐受等等的 就是在这里是乳糖不耐受 但是你看看 我们说通常情况碰到乳糖不耐受 大家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我去查一查 查一查 我就是说除了这个不耐受 还有什么不耐受 我把它避免 可是大家想到过没有 避免这是一个被动的方法 你呢 不能说是减少营养的摄入 你看避免了之后 你看你身体的各种这个发育迟环 这就说明你细胞没有胃好 那细胞饿着 所以你要有好的功能不行 那我们说通过进行管理之后呢 它的胃口增加 体重增加 身高增加 最明显的是 可以把肤质不耐受改善了 抵抗能力增加了 你看看 身高长了8.5厘米 体重长了7厘 就是现在有 长了16磅 这是我们家长都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因为这个个人肖像的问题呢 我没有把孩子的图像放在这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从我手机里看一下 好 今天的主要内容呢 就到这里 大家呢 一起想一下 看到这张图 从我们出生 到我们走向终点的时候 营养对于我们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营养来自于一个正确的饮食方式 那正确的饮食方式呢 我们说才可以给我们一个全优健康 全优健康不是说你说有就有 需要你通过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认真管理 才可以获得一个全优健康 享受一个快乐的人生 好 谢谢大家 也感谢大家的聆听 有什么可以继续探讨 底下这个二维码呢 就是说 也是说 听从人就说 大家的建议吧 我们做公益呢 也给大家做一个公益 扫码入群的前十位朋友呢 我可以帮大家呢 免费设计一份适合大家的餐谱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袁老师 辛苦了 我刚才听完以后 大家一边听我稍微说几句 然后有兴趣的人赶快扫码 我觉得这是一个 确实很不错的这么一个福利 大家可以亲自得到一个 免费的杨老师的指导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我觉得杨老师今天讲的非常的科学 非常的透彻 也非常的全面 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精彩 我自己作为一个 初步开始学习营养医学的 这么一个临床大夫 我也觉得非常受益匪浅 比我原来想象的 还要讲得好 所以谢谢杨老师 再次谢谢 那么 大家那个扫完码了没有 另外杨老师可以看看 大家的问题 你还有点时间吗 有时间赶紧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好 给五分钟时间 那么我在这里看到有一个 如何管理五十肩的问题 那么先说五十肩的名字叫什么 叫肩周炎 谈到了这个炎 它又是一种慢性炎症 那么这个慢性炎症该怎么管理 吃消炎药是肯定不管用的 那么它需要配合运动 需要把你身体里边的这个营养进行纠偏 让你身体的自修复功能慢慢恢复之后呢 它有所改善 而且呢 我们说对于五十肩呢 因为我在蒙特利尔呢 就认识的一个老朋友 我就帮他呢 把这个五十肩呢 也做的就是说 他现在呢 可以活动自流了 那具体的情况呢 以后可以慢慢的聊 好 谢谢 那你继续回答那个问题吧 好 我现在看到的问题是五十肩 那么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怎么扫码 那对着这个 把手机微信打开这个扫码功能呢 直接扫它就可以了 也谢谢快乐大妈 快乐大妈来进行参加这样的活动 快乐大妈是谁 好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再回答一个问题 好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说 我们现在吃的食物都是从超市里买的 现在的蔬菜和小时候吃的相同吗 那答案是肯定肯定不一样的 为什么 超市里边都是工业化生产的 它需要呢 从运输到保存 虽然有冷链 但是呢 必须就比如说吧 我们以前说瓜熟低落 在这儿呢 没有瓜熟就要让它低落 那你想它在这个瓜里边的营养全不全 肯定不全 在这一方面 同样呢 也有现在很科学的数据说明 你比如说我们说 在美国农业部呢 它做过一个调查 说大概是在1914年的时候 一个苹果可以提供一个中年女性每日所需要铁的量的二分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半个 就是说一个苹果能提供二分之一啊 那么现在我们多少个苹果里边才含有这二分之一的需要量呢 我让大家大胆地想一下 你可以想象得到 24个苹果 24个苹果 你能不能吃得了 你咋回事啊 今天就下午那会觉得 就不太少了 之后现在 好的 有一个叫情爽的朋友 那没问题 你少进群 我就可以帮您做 没事 这个是做公益吗 反正在公益期间 也这个 期间也是做公益 也向任老师他们学习 他们这种大爱 也很感动我 向他们学习 没问题的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情老师的话 再举手 他可以提问吗 可以 直接说吧 秦双老师 你可以提问 提一个吗 多长时间呢 对 我就是想 问一下 我刚才也 也有打出这个问题 我就想 找您做一个 健康的管理的 这么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能找到您 没有问题 你扫进来 这个码之后呢 我就 先去找 扫码 我就是不会扫 拿着手机 拿着手机打开微信 微信右上角 有一个扫一扫 一扫 然后一按它就进去了 就这么简单 我用它照相是吧 因为我现在 拿微信 拿微信 你打开微信 微信的右上角 右上角 有一个扫码 就是你在微信的 聊天这个地方 打开 然后有个加号 右上角 有个加号 你打开加号 加号上面 有个扫一扫 然后你就 对着扫一扫 扫完 然后它响一声 你就扫上了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用的是 我是用的iPad的 那个在Zoom 但是 那没有关系 您先拍下来 这个照片 然后拍下来 再拿微信再扫 好吧 明白明白 好 明白了 拍下来 拿微信 一点开就能扫了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不好意思 耽误您时间 你不是由我私信吗 你教我 我再个别的告诉你 好吗 好 谢谢您 老师辛苦了 非常好 好的 那大家要现在没有问题 我的活乐还不错吧 选了一个 又一块 引出来的 真语 给我们讲座 那个 那今天 杨老师他后面 还有很重要的活动 谢谢杨老师 抽出百忙 他平常工作特别忙 那么 请杨老师 结束吧 然后 下面 就需要 我们要预告一下 下一次我们 这个健康讲坛 就下个星期一 晚上的 讲座的情况 请 金刚 老师 把那个 放出来 把那个 讲座的海报 放一下 这个就是海报 对 这次 下一次的讲座 又是我 又是我 这是第三次 要做讲座了 因为 大家知道我 前两次都是做的 和免疫有关的 讲座 从免疫的 最初的概念 认识到 免疫的支持 然后 这一次呢 我们就就着 这个 我们对饮食 食物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大的课题 因为 刚才杨老师 讲的很透彻 也很科学 也很精品 那么 下面我要 讲的内容呢 叫 食物不耐受 刚才 如果大家要 注意听的话 杨老师最后 也讲到 食物不耐受 怎么样治疗 食物不耐受 会产生一些 什么问题 刚才 他讲了一个 是自闭症的 小孩的问题 那个小孩 有很多的问题 从生长发育 从他的 从他的 就这个 情绪 精神状态 学习能力 然后 这是 其中的一个 情况 那么 这个 所以 食物不耐受 下次 这个就是说 食物怎么样 饮食 怎么样重要 怎么科学的用 这是一个 泛泛的课题 但是这个呢 是一个 讲我们 这个食物不耐受 和免疫 它会造成 多大的危害 然后 我们 怎么样解决它 怎么平衡它的问题 希望大家 有兴趣的 那个 朋友吧 不论是我 群内群外的 欢迎大家 来参加 这次 讲座 因为我这个 讲座 的内容 实际上 我在 孙永平教授的 邀请下 在 在美国的一个 平台上 已经做过一次 这样的讲座 我听到 大家的反应 还是 蛮不错的 觉得 比较有用处 所以 我就决定 在我们 自己的 这个平台上 再给大家 再 讲一下 就是说 有些没有听过 当时 因为什么原因的 欢迎大家来 好 今天 我觉得 今天的 讲座 咱们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任老师 谢谢您的 谢谢任老师 能给我们找来 这么多好的老师 谢谢我这块砖 引来这么多的欲 我也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好 谢谢任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您倒还有什么 指示 这个平台非常好 首先我们的 有一个平台 有我们辛苦的 金刚副主席 实际上金刚老师 他不是一个 普通的工作人员 他是我们 这个中心的副主席 他在辛辛苦苦的 在这做着组织 大家看不见的 琐碎的 就是很重要的组织活动 组织工作 无名英雄 不敢当 不敢当 谢谢 金刚老师 谢谢任医生 给我们请来了 这么多的专家 学者 给大家讲解 身体健康 各个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们首先 要谢谢任医生 另外也谢谢 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我再问一下 任老师 您说的下周的讲座 是不是就是那一天 您在孙教授 讲的是一样的内容吧 类似 可能还稍微广泛一点 因为我在孙教授那 主要是针对癌症的 孙教授他这个平台 他要求我 和集中在癌症方面 这个我可能讲的 因为免疫系统 它不仅是防止癌症的 它会有很多的 它的障碍 会引起很多的疾病 那么就是这个疾病 这些疾病 由于免疫不耐受 由于食物不耐受 所造成的这些疾病 怎么造成的 我们怎么样防 怎么样平衡 怎么样检测 我要讲讲这方面的内容 我觉得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真是太好了 那个 那我听任老师咳嗽 我在学习 我在 我在给大家分享 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我像书本学习 也像同行 或者是我的一些好朋友 这些健康管理者学习 一边学习 一边分享 然后我也向观众学习 你们如果有些好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互动 就像我当时 我做大夫一样 我经常可以从病人身上 至少学到他们的经验体验 然后对我在下一步的治疗什么的 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我们互相学习 我们跟着您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看看 好像有举手的 请金刚老师 让举手的人说话 举手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清爽老师 我还可以跟大家待几分钟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是自己家人 可以待几分钟 因为刚才杨老师是有事 他要离开了 请举手的人发言吧 还是不在了 举手的人就是刚才那个清爽老师 OK OK 大家也可以放开一下 如果想说话 我们可以再聊几分钟 如果要是大家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下次见 下次下周一见 放开了吗 大家的 麦克风 麦克风 这回麦克风都打开了 谁有问题 谁可以把自己的麦克风打开提问 我想问一下 刚才那个老师 他在咱们健康群里吗 在 在呀 叫杨老师是吗 对 是我引入他的 太好了 我就想让他 能请他帮我做一个健康的 对对 你扫码了吗 我还没有 还没搞进去 好的 好的 那你的扫码 扫了码以后才有可能进入 你要实在没扫上 你可以先加我的 加我的微信 我给你帮助你 那个扫码 好吗 我有您的微信 我现在弄一下 你叫什么 我叫秦爽 秦爽 你就是秦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又见面了 早文大名 跟着你上很多课了 没什么 我也是在学习 我也在这个特殊的 这种情况下 也是 也想奉献 也想学习 我自己也在提高 您说您喜欢练太极 以后我带着您练太极 好的好的 您在什么地方啊 我是原来也是在 咱们这个 我在蒙特利尔 你在蒙特利尔啊 对 最一开始教杨士太极的 就是这秦爽老师 哦 明白了 我刚才跟你学过了 我刚才跟你学过两次 后来我没有十次 是 我听说你五岁就开始学太极 我是 你记性真好 对对对 对对对 是的 您很专业 工地很深 没有的 都是喜欢 我说怎么 熟悉呢 您是太极老师 我是因为学太极 才进入我们这个志愿中心的 是 所以我早就 久闻大名 久闻大名 而且也是 孙宏老师 他把我 他给了我这个信息 他说这个这儿有教太极很好的老师 还有那个城市的传人 他知道我喜欢太极 所以我引进来 我进入 我知道这个志愿中心 我才是这么一个 是 这个世界很小 那天您讲课 正好那个说 你曾我谈 那是我的师妹 就是我们是四中的同学 四中的 你的师妹 你是哪 其实她是 我们北京 北京四中 那时候中学的 她是我的小师妹了 然后 北京四中 是很有名的 就像我们太原十中一样 但是你北京 我们像刚才 那个杨老师 她是太原十中的 我们十中也是 全太原是最好的 我记得北京四中 是重点中学 是吧 对 是重点 然后这里边 有一些博士 什么的 是我们北大的 我大学在北京大学上的 所以 也是学霸 我知道 没有 也是北大毕业的 我知道 对 都是学霸 很厉害 你可以教我很多东西了 你是考什么专业的 我学的是图书馆系 Librar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你在这儿学的 没有 是在北京大学学的 在这边我学的是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就是少儿教育 我就是专门 专门做这个 specialist 就是自闭症儿童的教育 这样的 那你更应该 听听我 你听过一次 但是这次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 我很关心这个 因为我的学生 就是 还有学生的家长 都是身受其苦 尤其现在 就是 我的学生是专门 就是那些 中国的移民 他们因为 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 不知道上什么地方求助 然后 我就是因为 我又会中文 又在 这个英语和法语的 school board上班 所以他们就给我调过去 就专门管这个 中国的孩子 有自闭症孩子的 因为父母跟学校和 就是这种社会 很难交流 就是因为语言不好 所以我才就是 他就专门 让我去负责这个工作 就是 好 以后我们聊 这样把 和您的这个教育 就是特殊教育 结合起来 我觉得会有 更好的成果 以后也向您学习 对 我特别想 如果要是有这种资源 就提供给我的 这些学生 和学生家长 他们真的太痛苦了 好的 我们下面可以 下着在私下里 再聊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样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认识 非常高兴认识你 这是藏风问题的地方 非常感谢 我也感谢你 好 谢谢金刚老师 您都早点休息吧 我听 我听